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在7月已经计划在美国裁员4000人,根据海外媒体OregonLive的报道,其中俄勒冈州晶圆厂成为了重灾区,裁员人数从原来的数百人大幅增加到了2000余人。 报道称,英特尔向俄勒冈州政府提交了一份裁员通知显示,英特尔于7月中旬开始裁员,将影响英特尔的Aloha Campus园区,以及位于希尔斯伯勒的Ronger Acres, Hawthorne Farms和Intel Jones园区。 OregonLive此前曾爆料曾,英特尔在今年6月就曾向员工发出通知,将从今年7月中旬起开始裁剪位于俄勒冈州晶圆厂人员。 随后在7月上旬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英特尔将会在俄勒冈州的四座晶圆厂裁员529人。 现在,英特尔对俄勒冈州的裁员规模进一步扩大至2329人,这比此前报告的裁员人数高出了5倍,显示英特尔的裁员计划仍在持续。 2024年8月,英特尔就曾因财务危机爆发,而被迫宣布削减100亿美元成本计划,其中包括全球裁员15%即削减约15000个工作岗位。 目标是在2024年底之前完成。 截至2024年12月底,英特尔员工总数为10万8900人。 英特尔的俄勒冈钢晶圆厂此前拥有超过23000名员工,总投资额为648.4亿美元。 英特尔最先进的Intel 18A和Intel 14A节点也主要安排在该地区的晶圆厂生产。 相关报道显示,英特尔俄勒冈钢晶圆厂在去年也裁撤了约3000名员工,目前仍有约2万名员工。 英特尔新任执行长陈力武Libbo 1910在接手英特尔之后,一直在试图精简英特尔的营运并削减开支,包括精简组组织架构,例如精简中阶管理层, 出售或关闭边缘业务以聚焦核心业务,以及近期启动的新的裁员计划,包括针对Intel Foundry制造业务进行重组,以期推动英特尔有亏为盈。 英特尔日前在其声明中表示,正如英特尔今年稍早宣布的,公司正采取行动,变得更精实,更敏捷,更有效率。 简化组织结构并不能给英特尔的工程师,将有助于公司更好的服务客户需求,并强化执行力。 这是在深思熟虑后做出这些决定,以因应未来的业务挑战,在整个过程中,英特尔也将以关怀与尊重对待员工。 虽然英特尔裁员被业界解读会影响其士气,但目前仍正全力推进自家最先进的Intel 18i制程的量产。 全新的行动客户端处理器Panther Lake和伺服器处理器Clear Water Forest都将首发采用Intel 18i制程。 但是据海外媒体Guru3D报道,英特尔仍将继续与台积电合作。 其计划在2026年推出的新一代桌面处理器Nova Lake S CPU,最近在台积电最先进的2nm晶圆厂,完成了头片。 这也意味着英特尔接下来将会同时采用自家的Intel 18i制程和台积电N2节点2nm制程来制造最新的处理器产品。 Nova Lake S系列可获得生产灵活性,进一步有可能避免因英特尔自身制造的限制,进而造成的延迟或短缺情况发生。 根据此前的报道指出,英特尔的Nova Lake CPU将提供三种规格,其中包括。 Nova Lake Silicon SKU1号,52个内核。 其中16个,P核加32个,1核加4个,LPE内核。 Nova Lake Silicon SKU2号,28个内核。 其中8个,P核加16个,1核加4个,LPE内核。 Nova Lake Silicon SKU3号,16个内核。 其中4个,P核加8个,1核加4个,LPE内核。 顶级,SKU将在Nova Lake S桌机中提供,并且很可能也会在Nova Lake HX Mobility系列中提供。 此,SKU将包含两个运算Tile,每个CPUTile提供8个基于Coyote Core的P Core和16个基于Arctic Wolf架构的E Core。 低功耗Tile上还将有4个Arctic Wolf LP内核,总共52个内核。 除了广泛的核心布局外,该处理器还整合了先进的记忆体控制器,支援高达8800MT每秒的速度。 GPU功能将由XE3的Celestial架构,而XE4的Druid架构则负负责媒体解码和显示任务,这凸显了不同子系统所赋予的多样化功能。 报道还强调,Nova Lake S投片后,英特尔将进入全面的验证阶段。 在此期间,晶片将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严格测试。 此过程通常持续一个月,以确保在各种操作条件下的可靠效能。 只有验证成功后才能开始量产,而量产本身也需要数月时间。 因此,Nova Lake S处理器预计将于2026年第三季正式上市。 并据媒体SemiAccurate7月中旬的报道,英特尔数周前在台积电2奈米制程节点N2完成了Nova Lake处理器晶片的流片Tape Out之后,下一步将推进至上电运行Power On环节。 结合英特尔当前的处理器设计思路推测,此次流片的应为Nova Lake的运算模块ComputeTile。 由于CPU内核对先进制程的效能与能效需求最为迫切,优先在这一核心模块采用2奈米制程,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处理器的综合表现。 总体来看,英特尔计划在Nova Lake处理器上延续双元代工策略,通过内部代工与外部代工的相互配合作为备案,以保障生产稳定性。 不过,英特尔自家代工的Intel 18 AP Intel 14a工艺能否契合Nova Lake的时间规划,仍是业界关注的焦点,这将直接影响该处理器的量产节奏与上市进程。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